Hello 大家好!又是我嚴正Wallace 話說我又剪短我的頭髮了 大家覺得如何? 我覺得這樣很新鮮 在這個嚴嚴夏日之下 我終於剪短我的髮頭 髮頭是什麼? 頭髮 今天這條影片是做什麼呢? 話說我最近看我的頻道 然後看舊的影片 突然看到一條影片 我很想... 很想... 很想為自己哭 那究竟是哪一條影片呢? 就是... 這一條影片 我看完之後... 我覺得... 我不懂得說 不如現在大家一起再看一次吧 Hello 大家好!又是我Wallace 由我拍片到現在 其實有部份的人都會去留言問我一條問題 這條問題是問我平時化妝是怎麼化的 所以我就想透過一條影片 去回答這麼多人的同一個問題 所以今天這條影片就是會拍... 我的日常妝容分享 沒錯!就是這條日常妝容的分享 我真的不明白為什麼我那時候的髮型... 可以設定到高樓大廈那麼高 我想我的髮型應該有差不多十多cm的誇張 真的... 我... 我自己看完之後我都覺得... 為什麼會這樣? 那我們先說一下我的皮膚的問題 以及我主要要解決的一些問題 其實我最大的問題是我的黑眼圈 黑眼圈我到現在都很誇張 甚至比我之前誇張 我現在的黑眼圈很嚴重 真的很誇張 簡直跟紅媽覺得很誇張 應該是幾百年沒有睡覺 很深的一個限圈 然後這邊會有一點抖印 還有大家都會看到... 我那時候也有抖印的 因為我對自己的皮膚其實都滿意的 不會有什麼抖抖 沒有什麼生暗瘡 但我現在看回那時候的膚質也挺慘的 我不聽那麼多廢話了 就要看看我化妝究竟是怎樣 就是這個CC霜 MAYBELLINE的CC霜 以及這個WEFLON的粉底 將它混合在一起 這樣利用的 我會覺得會比較自然 還有不錯的效果 真的會比較自然嗎? 我們又看看最後的成果 究竟是否真的這麼自然 現在的效果是非常明顯的 我剛剛不是說... 剛剛拍完的時候 是不會那麼明顯的效果 現在是非常明顯 是會看到我的膚色是提亮了 以及我的膚色是均勻了 我想說... 超白 白得傻了 還要解釋 剛剛拍完是偏白的 過大概15-30分鐘就會自然膚色 15-30分鐘自然膚色 是不是代表脫妝了呢? 我不知道 總之... 我覺得很不太行 之後的眉毛也不太行 底妝真的太白了 所以呢... 我打算今天用一條影片 去解救這條影片 我想令自己不會再覺得... 我的化妝片是這麼恐怖的 我要拿回這條影片去救它 所以今天我就跟大家更新一下 隔了這個接近的一年半 這個就是2016年12月1日 今天就是2018年7月27日 要讓大家看到我化妝也是可以很專業的 所以... 今天這條影片就來回最新的日常妝容分享 我的日常妝容 我們馬上開始 My Daily Maker 嘩! 希望我的素環不要嚇傷大家啦 在化妝之前 記得要做好護膚程序 護膚好之後 我就會脫下這個笨重的眼鏡 戴上隱形眼鏡 日常就是戴這個博士倫的1日透明礦 這個我都戴了2-3年左右 我覺得是蠻舒服 一點都不會乾的 當然我有時都會戴一些Color礦 戴完Color礦之後的第一步就是要妝前打底 妝前打底我就是用這支Biole Bright Up Base UV 這支是我最近的大愛呀 因為它塗出來的效果是會提亮我的膚色 修飾我的暗塵 以及會有很自然的光澤感 再加上它有SPF50加PA4加的防曬功效 防曬 妝前打底一支搞定 真的非常之方便 塗完之後出來的效果真的非常之美 不過我會隔一會再塗一層 因為這樣它的防曬和提亮的效果就更加好 不過這支大家塗的時候 記住是用拍打的方式 因為它比較難推開的 你們看多漂亮 塗好妝前打底之後我就會開始遮瑕的黑眼圈 我就會用這個Make Up For Ever HD Ultra的橙色遮瑕液 色號是這個R40 這支的遮瑕都是我一路最愛的 不會乾 延展性又高 調色效果都非常之不錯 所以這支我都快用完了 已經準備去買一支來做存貨 如果你是黑眼圈很嚴重的話 真心推介你去試一下 非常之好 用橙色調色完之後就會用這支Maybelline遮瑕遮瑕 相信我都不需要多介紹 已經被很多很多專業的Beauty Blocker推得非常之誇張 不過 真心是非常之好用的 遮瑕力都非常之好 又不會乾 所以我都快用完了 準備又去買一支回來 因為我有時候都會直接把它當粉底使用 效果都非常之好 如果你有看我布吉家庭油的影片 都應該知道效果是怎樣的 真的非常之好 黑眼圈遮到七七八八之後就開始上粉底了 我最近就是用這支Mac的Studio Flex Fluid Liquid Foundation 它的遮瑕力是非常之好 本身我覺得它出來的效果是比較霧面的粉感 之後都沒有什麼用它 但最近我用它跟這個Biole的Base去配搭出來的效果 我覺得是非常之好 又有遮瑕力 之後又有光澤感 整個妝感出來是非常之自然 非常之好看的 底妝搞定就當然要定妝 定妝我就是用這個NS3的碎粉 它真是便宜 漂亮 正 我從開始懂化妝到現在 都沒有斷過繼續使用它 我通常會先用細掃重點在眼下 嘴角和鼻翼的部位定妝 之後再用大掃去全面定妝 用掃去上這個碎粉 就不會怎樣出現這個厚粉的情況 定好妝之後我就會畫一下我的高低眉 用的產品就是這個Maybelline的眉蠟去畫 我眉毛其實都算是濃密的 但我也習慣去補色 令到我的眉毛更加明顯 還有盡量畫對眉毛不要太高低眉 雖然點都會有點高低 但我自己覺得畫點都會比不畫更好 我畫眉通常都是會根據自己修好的眉型去畫就可以 不會有太大的出入 之後就會用其餘兩格的眉粉混合去打鼻影 出來的效果我都覺得不錯 就是這樣左掃一下右掃一下 就這樣就可以增加我鼻的立體感 畫完眉我就會用這個Kate的染眉膏去染眉 因為我現在是啡色的頭髮 這樣就會更加一戰 看上去也不會太兇 我用的顏色就是這個BR3 這樣我的妝就化好了 到最後我就會用這個 ANIS-3的濟州海水溶岩保濕噴霧 令妝感更加水潤不粉感 這個噴霧我都用了差不多三支 因為它真的非常好用 它噴出來的水份粒子是非常小 會更加容易分佈在我的妝容上面 令我的妝感更加自然更加水潤 換上衣服設定頭髮 這樣就完成了 親親呀 這個就是我2018年最新的日常妝容 今天這個日常妝容的分享就到這裡 不知道大家覺得我有沒有進步到 化妝技術 甚至在剪片拍片的一個技術 有沒有進步到 相隔了一年半 你不要告訴我有沒有進步 或者可能有人在留言說 你之前的樣子比現在還好 這樣就不要緊 我覺得自己是有進步的 希望可以補救我的一個形象 而不是那麼噁心 那條影片我現在真的不敢看 我的朋友在我面前看那條影片 我簡直是崩潰 我想死 今天這條影片純粹是讓我自己補救一下的感覺 希望你們都會喜歡 如果你們喜歡的話 記得按LIKE我然後comment 如果你們還沒訂閱的話就快點訂閱 然後可以追蹤我的Instagram和Facebook 最後可以把這條影片分享給更多人看 那今天這條影片就到這裡 拜拜 拜拜